在我的书籍里给大家讲过鱼心草的功效 鱼心草呢 我们无论是把它当菜吃还是当茶喝 对我们身体都有莫大的好处 其实呢 它还可以外用 对我们的皮肤也特别好 如果你是敏弱肌肤 或者容易感染 或者容易晒黑的人 你一定要试试鱼心草 鱼心草啊 因为它的作用特别的多 所以在我家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在我家每个房间 前院后院到处都能看到它 厨房里呢 有鱼心草羹 这是当菜吃的 茶室里呢 有鱼心草茶 这是我们平时养生喝的 有身体有小问题的时候 也用它来食养 那窝室里呢 还有护肤用的鱼心草水磨 这是我在早晚 特别是晚上护肤的时候会使用的 在我家后院呢 还有自己种的鱼心草 它开着花 可以说是把鱼心草 从花到叶到根呢 都用尽了 这因为是从小到大 整天与鱼心草为伴 我对它的效果呢 也是体验特别的深刻 在十几年前呢 我介绍它的强大功效给读者们 那时候啊 很多北方朋友甚至都没见过它 但现在呢 经过我的介绍 我的很多读者朋友 每天都离不开它了 用它内养 也用它外调我们的身体 鱼心草呢 我讲过它是可以通到我们人体的上中下 三个部分的 不管是哪里有问题 都能用到鱼心草 特别是各种的感染 我们都会用到鱼心草 用法呢 可以把它泡水来喝 也可以用鱼心草 涂抹我们身体的局部 内服外用效果都很强 而且啊 鱼心草 你用它来护肤 既可以调理我们皮肤的一些问题 给它增强防护 还可以减轻晒黑的程度 所以我一直推荐呢 夏天如果你容易晒黑的人啊 你就可以用鱼心草来加一道防护 鱼心草不仅是可以帮助我们 防止晒得更黑 它在我们皮肤屏障遭到破坏的时候 就更加有用 因为当我们皮肤屏障遭到破坏 就很容易感染过敏 导致我们起红疹 或者痘痘反复的发作 皮肤反复的皮炎 变成一个痘痘肌 敏热肌 这种复制呢 鱼心草就非常的合适 比如说像我吧 因为啊 我很多年来就是经常 长时间的从早到晚录节目 要画影视妆 这种妆是非常的浓 而且经常就是在烈日下 一拍就是一天 阳光晒着 山风吹着 皮肤其实屏障是完全会受损的 那这样的一天拍下来 到了晚上 我一定会在面部脖子全身都会厚涂上 鱼心草水磨 然后再睡觉 这样让皮肤呢 在睡眠中得到修复 这是我现在每天呢 真的是必修的功课 就靠这样的每天 这样坚持的去保养 让我的皮肤才能够在这样的 恶劣的这种拍摄环境下 才能够保持相对的健康 那这个呢 就是甘品的鱼心草 那用它的提取物呢 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鱼心草 护肤水磨 为了增强它的效果呢 我用的是高浓度的鱼心草提取物 这样就比我们直接用鱼心草榨汁 用在皮肤的表面的效果更好 并且会更加的安全 因为其实很多的天然植物 虽然它们非常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用 现在的这种科学的提取方式 在无均的环境下给它提取好 才能够用于我们的皮肤 这样是最安全的 很多人可能在自己在家里 用一些家用的榨汁机 料理机你这样去榨汁 那么在去用于皮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消毒和灭菌 否则的话 反而可能不干净的情况 皮肤会感染 而且呢植物的成分是极为复杂的 往往一个植物 它的全成分里面 含有各种 有的是有益于皮肤的 有的可能是刺激皮肤的 它是各种成分的综合 那么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 护肤品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这些因素 就会用多种成分来进行复配 让它们互相之间呢 既能够辅佐对方的功效 又能够抑制对方的一些刺激性 这也就是像我们传统开方子一样的 君臣佐食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当我们自己在家 自制护肤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即使是天然的植物的护肤品 如果你自制 也是要注意天然植物的这些成分 它们互相之间的一个作用 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那鱼芯草呢 如果我们做成这样一个护肤水膜呢 我们平时呢 就可以比较放心地用它来养护 当皮肤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用到它呢 也会觉得相对会比较汪 是建议每天晚上来使用它 每天晚上 在我们做完其他的护肤步骤之后 在睡觉之前 你把它厚厚的一层 涂在我们的面部 颈部 手部 如果你的身体皮肤有些问题 或者你希望它更白净通透一些 你也可以厚厚于身体 那这样再去睡觉 这就是一个睡眠面膜 涂罐之后 你就可以去睡觉了 是不需要洗掉的 那早上起来 如果你要面部涂其他的护肤品 你可以轻轻地将面部的水膜洗掉 身体呢 是不需要洗掉的 那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 护肤品的主要作用呢 是养护皮肤 那么如果想让我们皮肤 从内而外的健康呢 要记住 还是要靠饮食 只有饮食 才能给皮肤 持续的供应营养 所以我们用鱼心草 不仅要外用呢 也要记得要内服 把它当菜吃 当茶喝 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身体 才能有内而外的美丽